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快速对账 每年对账的时候,我经常有看到有一些同学 使用手工的方法来进行对账 通过筛选或者查找功能来进行对账 这种方法效率低,并且还容易出错 那么今天我教大家一种快速对账的方法 下面我们来看案例 这个案例,我们有两个工作表 一个是手工账,另一个是从银行导出来的银行账 在我们对账的时候,只有银行的借放心额和手工的贷放心额是可以核对的 其他信息都是不同的 在核对的时候,我们需要核对两方面 首先金额外选一样 然后出现的次数外选一样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使用抗的一番数来进行核对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查找 手工账的一个金额的数量 在这里我们可以使用抗的一番数 在这里我们使用一个辅助列 输入手工 然后可以使用抗的一番数 根据带方金额来查找对应的金额 看一下出现次数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可以使用抗的一番数 来根据手工账的一个金额 来根据手工的金额 来根据手工的金额到银行账里来查找带方金额的一个出现次数 在这里我们输入银行 然后使用抗的一番数 在这里要到银行 到银行的工作表 查找借方的金额 然后查找条件 查找手工账的一个金额 在这里我们就得到了两种数据 一个是手工账的金额出现的数量 另一个是银行出现的数量 在这里我们直接进行对比就可以了 如果手工的等于银行 那么会返回处 在这里我们进行筛选就可以了 如果返回FALSE的 那么说明不一致 我们在数据选项卡 筛选 筛选FALSE 就可以把有问题的给筛选出来 这是一种对账的方法 是非常实用的 以上就是本节课程的内容 同学们可以关注公众号 关注一克塞尔不加班 每天早上 我们一起成长 再见